在上星期主日信息,即是2011年11月6日, 《2012榮耀盼望》第九十二篇 Alanin與吹角哲問答篇第一篇當中, 當尤華牧師回答策略家和資料員的提問時, 提到瑞星Alanin在2011年9月下旬來到地球和太陽的中間, 雖然沒有出現之前所估計的災難, 例如大地震和黑暗之災, 但是瑞星Alanin對地球人類意識的影響力已經出現了, 而且是非常巨大和深遠。 當中提到前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顧問Richard Hockland 認為瑞星Alanin是一個超維的教育機器, 它已經對全球人類的思維意識產生極大的影響。 事實上,縱觀由2010年12月開始, 即是美國太空總署發佈瑞星Alanin被發現的同時, 全人類的意識就像Wedbot所預測對陰謀論有一個大醒覺。 由2010年12月開始, 中東開始燃起一股革命熱潮。 末里花革命令中東所有的回教國家都陷入革命浪潮裏, 一個又一個的政府被人民推翻。 而末里花革命這一股革命浪潮令西方所謂的民主社會也不能自身示外。 剛好對瑞星Alanin在9月11日進到近日點, 在9月29日進到地球和太陽的中間, 而且在10月16日最接近地球的這一段時間之內, 全球的焦點落在美國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之上。 美國民眾開始醒覺銀行家和石油工業背地裡的陰謀, 提出我們是99%和反對美國聯邦儲備局等等的口號。 而佔領華爾街運動, 仿如野火療源般衝擊全球的大城市, 對金融界藉著經濟手段蠶食其餘99%人民的經濟, 一同作出空前的控訴。 而專門研究馬雅年力的權威專家, John Coleman 亦指出, 當人類進到2011年10月28日, 意識盡情的終結時, 全人類的意識亦會因著佔領華爾街, 而到達最高峰。 同瑞星Alanine在2011年的出現, 令全球人類意識的加勤不謀而合。 另一方面, 世界各地願意警醒等候主耶穌再來的基督徒, 亦因著瑞星Alanine的出現, 一同警覺, 自己已置身在啟示錄的時代。 聖經所提及的七印正在逐步打開。 而以聲制的原則, 來解釋啟示錄, 尤其是第十二章對比的天象, 因爲瑞星Alanine的出現, 和他的軌跡, 而更廣泛被很多基督徒所接納。 而且, 各地亦都有一群基督徒, 起來提醒世人, 必須為將要來到的災難, 作出實際的預備。 而石安教會的大兄姊妹, 亦在耶華牧師的帶領下, 為末後的日子, 在主耶穌再來之前, 可能會臨到的災難, 而作出各種預備, 甚至一同到內陸地區避難。 上星期, 耶華牧師就值第一百隻猴子後應的實驗, 來解釋這一類突然出現的群眾運動。 原來, 無論是人類和動物, 都具有一種潛藏, 在內裡的群眾共同意識, 只要在一個地區, 有一定足夠數量的人, 共同認同同一種思想, 這一個思想, 就會超越時空、地域, 影響那些在遠處, 甚至與原先這一群互不相識的人。 而就是因為瑞星Elanine的出現, 以及接近地球, 這種第一百隻猴子的效應, 亦正在增加。 會不會因著我們, 願意一同為主在來, 而作出的預備, 而產生好似第一百隻猴子的效應, 開啟全世界愛神的基督徒, 在下一次神所預備的時間, 一同醒覺呢? 在下一次神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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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 記者 貼此神的基督徒,